炮火猛烈发射引起巨大声响 大陆解放军结束围台军演 却宣布将继续演习 让台海危机再升温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警告 台海局势紧张可能导致误判 让情势更加恶化 美中是否会因为误判引爆战争 美国前国务院东亚助卿罗素指出 双方之间目前没有任何危机排除机制 哈佛学者艾利森则指出 美中针对台海僵持不下 其中存在三项事实显示 双方终将一战 第一是大陆从政府到人民 都倾向完全防止台独 陆方宁可发动一场 对国内造成损害的战争 也不愿见到台湾独立 第二美中都有不能输的原因 美国面临其中选举和二零二四总统大选前哨战 民主共和两党争相展现 谁的对中态度更加强硬 大陆方面习近平也将在二十大争取第三个任期 面对台海议题与美抗争较过往更为强势 艾利森最后指出 多数美国政客并未认清 1996之后台海军事平衡早已倒向北京 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争 就必须再接受战败或是将战争规模扩大 升级到美国取得优势之间 做出災难性抉择 记者刘嘉宇报导 请取上梦梦水 屋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蠿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干旨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三十分钟来一瓦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